Hello 大家好 我是Randal 我是Echo Jasper进入第三个月 她晚上就可以慢慢地自己睡着了 我们有时候只需要待在她旁边 看着她就可以了 但是呢 她晚上还是会吃一顿奶 大概三四点钟醒来 吃奶 瀑瀑完 可能就五点多了 她也更喜欢和人互动了 慢慢地我们感觉她好像也认识我们了 豆豆长得像不像面包超人呀 笑 笑 豆豆 抱回来了 爸爸 爸爸回来咯 又不认识啊 哎呦 认识来了呀 这么可爱呦 是爸爸吗 嘿嘿嘿 打招呼呢 最近她趴着的时候 总是越越欲试地 想要倒在一边 感觉是翻身的节奏 马上了 马上了 夏天天黑得很晚 我们几乎每天都带她出去逛各个公园 感受一下夏天的气氛 今天趁着Randal自己带娃的时间 我带着我妈妈来市区逛一逛 我们准备去Granville Airlines去逛一圈 这是我第一次坐这个CBus 我开始以为是像轮渡那样一个比较大的船 找到半天没找到 它会在市区几个比较有名的点靠岸 我感觉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可以买一张通票 就可以把这周围逛一圈了 岛上的标志性建筑就是Public Market 里面有一些卖水果蔬菜 生鲜 以及各种小吃 还有手工艺品的店铺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 这边有很多街头艺人的表演 每个人的风格好像都很不一样 感觉就这样坐在这里待一下午好像也很舒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What's going on 凌晨4点拉着Echo去参加钓鱼佬的聚会 我们又重拾钓鱼的爱好了 现在已经是5点多了 我们刚到这边 唉 整两个 之前有朋友在底下评论我 你的钓鱼事业怎么样了 虫食了 去年的时候连鱼都没看到是吧 看着了呀 又没钓着了 连鱼都没摸到 所以Randal一度非常的沮丧 我看着外面这蚊子围着车咬 今年主要是前两天 他跟朋友去钓 终于钓到了人生第一条鱼 拉鱼还挺有意思的嘛 然后就一整个人就非常的 有兴趣了 就觉得有希望了 然后这是我们今年第二次来钓 再钓上一条 到两条 感觉现在这个点 除了我们两之外 好像只有熊了吧 不是 刚才不过去一个吗 嗯 我们朋友还没到 所以我们在车里先等一下 胆子小的 给大家看看景色吧 咱们已经就位了 妈咱们先看看 照顾 早上好好看 找头 完全不小心 早上 早上 这边还有一层 这边还有一层 哦,好了,好了 太厉害了 是一样的鱼啊 又是上次那个 可以可以可以 你呢 有问题 有问题 就是 很容易 对 是 在温历 有 你 在温历 但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午吊完鱼回去睡了一觉 下午还带着娃出来摘蓝莓 7月中旬的蓝莓没有特别熟 但是这家有几个品种 果味很浓很好吃 我妈对摘蓝莓的体验表示很满意 摘蓝莓 小童谷 小手不深 跟自己这太阳了 好棒呀 小手不太好看 太阳了 不太好看吗? 太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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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